孝順就是大家 You好 只要在華人社會生活 就一定會聽到的詞 You好 是對你好嗎 孝順 是希望你順從嗎 楚西夜 難得家族相聚在一起 來聽大家怎麼說 You好 就是我紅包給你 Hahaha 一號就是媽媽做錯性子的時候要即時糾正 啊~~~ 啊~~~ 妳說孝順是什麼 孝順就是大家 哈哈 啊? 至少 阿哥 一號的是什麼 我恐怖 爸 一號是什麼 一號是什麼 大家回答的都很有趣 可是我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新年拜拜的時候 有機會訪問到廟尾 知道少了點什麼 孝順 孝順啊 養育之溫啦 飲水出源啦 例如啊 要講實力啊 譬如啊 犯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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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乖的就是孝順啊 不乖就不孝順喔 對啊 現在大環境 一個大冷缸啊 不出差錯算不錯了 什麼叫優好 不要孝順就熱的優好 這不是很久以前的思想了嗎 我年輕人是不會贊同的 這樣我們都會到處在路 每個人說的優好 不是這麼容易事件 總是伴隨著爭吵 正巧要參加小學同學婚禮 離開養育家庭之際 或許心中對優好有些深刻體會 那你平常跟父母的相處是 互相大小生 我昨天為了那個酥餅的事情 在那邊跟他打炒 傳統不是都會有那種環餅嗎 幹嘛的 心情沒有很多 然後就不需要到12個 我只要6個 然後他就說 哇 然後他說 我給你12個啦 我就受不了 其實他內心已經有個答案 需要被強迫 就是 得到那個答案 儘管你不想到 他壓力蠻大的 因為有很多事情 然後他就覺得 責任都 所以 就不然 不要砍 婚禮會場上讀到了新娘媽媽 來平衡下說法 那你喜歡竹萱的哪一點 欸 懂事欸 懂事 嗯 就是他會覺得 欸你小孩怎麼那麼不懂事 然後我就是 動這些都是為人嘛 嗯嗯嗯嗯 所以是懂事還是不懂事 我已經有點看不懂了 要對竹萱說什麼 欸 住他們一個蜜蜜蜜 買口蜆的喔 早點生個孫子給我爸喔 哈哈 謝謝大家 約好就是打架 意外的 我很認同這句話 父母輩 背負著傳統觀念的壓力 年輕一代 渴望擺脫上一代的束縛 互相會怨對 會爭吵 會思考 彼此找出共處方式 最終還是希望 對方能好好的 要唱歌呢 唱歌 媽媽 啊 心都誰 愛 萬人 可以 可以 啊 可以 我可以 唱歌 我可以唱歌 我可以唱歌 我可以唱歌